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什麼 我們今天開場的時候有問說 山上小姐 是 最喜歡台灣男生的什麼地方 他說因為台灣男生都很溫柔 他都很喜歡 但是今天在這個巴士上的四位男士 哪一位會是他今天這樣擠觀下來 他覺得最喜歡 那這樣子好了 我們就把我們的手全部伸出來 看他選哪一個 看他 要這樣 現在選擇嗎 現在 現在 我跟妳講 不會選就不會選 你伸到他面前他還是不會選 他摸了嗎 他摸了嗎 我摸到了 他摸我 誰摸我 你摸我幹嘛 不是說手伸出來 你幹嘛去抓我 我剛剛真的開心了一下 徐孟哲 再一次 好 我要知道 我來… 等一下… 等一下… 誒… 阿可不如說 你坐在那裡 好… 太眼瞳了 太眼瞳了 OK啦 他也滿幫妳說的 他們都很溫柔情節的 一直來就是問候我 然後照顧我 然後而且他日文也真的講得很好 還有 然後他去年也很誠懇的來邀請我 真的 真的 大家很優秀 然後他剛剛有聊到日本的文化 然後他也真的很喜歡日本 他有讓他感受到 但是他覺得大家也這一次 非常的照顧他 所以他也非常謝謝在這裡的每一位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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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台灣最最開心的地方 到現在來過很多次台灣 今天是最開心的一集 這就是我們的飢餓遊戲 謝謝 而且各位網友還有各位PTT的朋友們 我剛剛被山上優雅握手 握了大概有10秒之間 你有點像 你不要過來 你不要來 你不要了 你不要了 不要 我要謝謝他就我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